上到球场多了信心不再传错球 知名光学公司肯定花莲门诺医院 东区视力保健中心 常年照护东部学生视力健康 25号捐赠总价值近300万元的日抛隐形眼镜 要提供给县内八所国中97名的体育生 希望可以减少他们佩戴传统眼镜碰撞受伤的问题 也让学生们在赛场上更能自信发挥 近视250度的自强国中篮球队员江伯伦提到 曾经在场上比赛 因为看不清楚队友而传球给对手 让球队失分 自强国中篮球队实力坚强 因为球员受惠隐形眼镜的帮助 日前在全国八强拿下第五名的成绩 看不清楚然后被把球上给对方 让我们被帮助的比较经常 我们也被帮助 同学如果有近视的 他们被点了高浓度的长效散通剂 哇很糟糕啊 他通膨很大 又需要户外活动又有阳光 对他们还是很大的困扰啊 所以本来我们是没有想说 我们只是说一视同仁就是你要配眼镜 帮你配眼镜 我们都免费配镜 结果发现不行 他们也没有办法戴眼镜 然后通膨那么大 点了药 所以我们才说 我们最近几年有用的这一个 这个免费眼镜还蛮有效的 我们就跟公司讲说 你们不要帮忙我们门路这些入市的学生 所以才引进这一个 门路已经用了四年了 我们觉得效果很好 用很方便 它是日泡的 所以这个是专门希望运动员 可以让他不增加度数 可以看得清楚 顾伯光学公司25日 来到自强国中捐赠总价近300万元的日泡隐形眼镜 由大中华区总经理Ian Dolan代表 在县长徐正位见证下 将日泡隐眼正与门诺会医疗财团法人 总执行长张文信及副院长徐明慕 谢谢门诺医院及发言 提供这份好的机会 能向门诺医院捐赠人性眼镜 希望这次产品能够帮助 花莲区巴拉索国中体育班的学生 让他们拥有更好的失利健康 我们相信保护海棠 失利健康是我们企业的责任和义务 也是我们贡献社会的奉势之一 眼睛是一辈子 看见门的一辈子 不论是戴金匠或是心理平均 都不快效应 也不能一定要保健 那我要再次谢谢门诺医院 成立了我们东区的市立保健中心 这个保健中心已经将很快成为了三十年 然而对于我们这个美中安区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安心厅或是 抗腰区对于市网的这个病变的部分 其实我们整个门诺的这个我们东区保健中心 也承担起整个市立保健的这个 通台湾市立保健的这个保健保养 这批一年份的营演将由门诺医院东区市立保健中心团队 逐月分送每轮 宜昌自强化人光复 瑞岁三名级玉礼等八所国中97名体育生 同时提供检测验配合教学说明 且伴让学生近视不再恶化 减轻学生经济负担 并帮助近视体育生更有自信的在竞技场上发挥 静者讲帮演好临时报导